好了在上一段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一个创业的年轻人 回到了自己的牡丹江 然后呢用自己家里资产的蜂蜜 然后写了一封潇潇洒洒的信 然后呢瞬间赶召了50个人 然后建了一个群 然后把自己的蜂蜜产品卖好 那这里我们运用到了50个人 如何进行裂变的一个过程 那这是营销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讲细节 总之他先有了50个人 然后的话这50个人类变 然后呢把他的蜂蜜产品 进行销售 类变 那么他如果通过蜂蜜的产品 能够大销很多很多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呢 这是我们今天所思考 所分享的一个案例 那当他有了自己蜂蜜产品的会员 和宗室的会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他针对的是自己的宝妈人群 和孩子人群和精英人群 他没有针对于中老年人群 那么在很多的时候 他发现了中老年人群 也是一个很大的人群 所以他又建了三个群 第一个群叫蜜家人 就家人群 家人那个家人 就红粉家人嘛 蜜是蜂蜜 家人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蜜家人针对什么 宝妈的群 宝妈的群和这个孩子的群 然后呢又建成一个什么的 叫蜜家人 那个家人的话是家庭的家 针对于中老年人 他有了这两个群 那在这两个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又提高了自己的蜂蜜的 什么其他的产品 比如说蜂椒 蜂椒的产品 蜂蜂江的一些产品 然后呢通过这两个群的立变 然后呢进行众筹 进行众筹 不同的产品的开发的众筹 然后先拿到钱 然后再把产品交付 然后呢又进行了代理 又进行了代理制 然后呢又有自己的小程序 然后又开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 然后自己的商贸公司的话 就线上和线下结合 然后呢又有自己的实体店 然后打完样板市场 用自己的实体店 然后呢向全国复制 先有了顾客 先有了众筹 有了实体店 先有顾客是C的过程 先有了实体店是B的过程 C to B的过程 同时有了小程序 然后再列变成其他的实体店 就是再B的过程 说C to B 再to B的过程 这是这个小青年能够创业成功的一个核心的商业模式 那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农村创业 包含我们的农村店商 是不是可以完全参照这个年轻人卖蜂蜜的这个案例呢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要小瞧于农村创业的任何一个涂测产品 当你只要把一个涂测产品 比如说蜂蜜 比如说地瓜啊 我下一个案例会给大家分享 如何靠烤地瓜 然后融资成功的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的话呢 是煽动的 好吧 今天的话呢 就分享到这儿 好吧 那这个案例的前半程的话呢 是如何让他做好这个社群的那50个人 是在上一节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好不好啊 嗯 我这次还会不行 那我记得牧嘴 我我记得了 你是不是 Skills